所以普丁已经准备下令 进行一个非战核武的核演习 这个几十年来第一次 苏联之后的第一次 然后白俄马上要跟进 委员你怎么看 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几则讯息事实上是从不同来源 因为俄罗斯攻打过乌克兰 很多的发电厂 很多的油库 很多的炼油厂 所以这个乌克兰当然也要表现一下 这个反击一下 以便维持他的民心士气 但这个跟战争的未来的发展没有关系 重点是在于说 因为俄罗斯的油库太多了 你光打他一个油库他不会瘫痪 可是你乌克兰的油库很少 打一打你就会瘫痪 差距就在这里 你看到乌克兰打到现在有什么 什么电油厂打俄罗斯 油库打俄罗斯 加油站打俄罗斯 俄罗斯有影响到 让他军队的运动吗 没有啊 照常一直推进 一直推进 那可是乌克兰不一样啊 只要俄罗斯轰炸一轮下来的话 大概就动不了了 所以这个差距这个是有的 那至于说乌克兰打这个 这个卢干斯克这个油库是不是用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不知道 所谓的CMS不清楚 因为有人是这样觉得啦 也不能说排除或不排除 因为你现场没有任何证据 俄罗斯也没有发表说 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打到 如果有的话 那就表示乌克兰的陆军战术导弹 应该还蛮管用的 那就应该打更有价值的目标啊 你打那个油库干什么 我都不懂啊 要么就打这个 俄罗斯的指挥部 对不对 或者俄罗斯的军队的聚集的地点 去打一个民间的油库 我实在搞不懂在干嘛 就是没有战略价值啦 这个普丁一直都有在玩一种 叫做核战边缘策略 什么叫核战边缘策略呢 就是要阻挡北约下场 要阻挡说你这个北约提供F-16 他想要当作一种理由 因为F-16本来就可以再核弹的 但是我不认为北约可能提供核弹 给乌克兰 不太可能 那俄罗斯就趁机检查一下 战术核导弹 因为全世界战术核导弹 最多就是俄罗斯 他大概有两千多颗 美国只有两百多颗 是十比一 所以普丁要在战术核子 导弹的部分做演习 所以他故意讲说 非战略核武演习 洲际导弹不在这里面 战场上大概在500公里 到一千五百公里的 这种导弹派装用场 所以你说他是演习 演习当然要装备检查 他们将军就很忙 高装检开始弄 我们台湾有这种SOP 可是如果说这个就要解释成 俄罗斯核武库更新 那还早了 因为核武库的更新要花一大笔钱 我不认为俄罗斯现在要 有需要去花这笔钱 做核武器的一个 可是他有一点的说放消息 因为他已经把战术核子导弹 核武导弹已经搬到白俄罗斯去了 已经搬了一年多了吧 搬了一年多了 所以他告诉你们说 你们想玩大一点我奉陪 那F-16当然算是玩大了 大家都很好奇说 乌克兰拿F-16以后战力如何 大家都很好奇在看这个 有人说哇很强 有人说不强 其实强不强 就帅将军也讲过 偷上战场试试看就知道了 所以看这个到时候 俄罗斯的导弹 以及俄罗斯的战斗机 跟F-16比比看 咱们台湾也买了不少F-16 我们当然希望说F-16 不要老是打什么伊拉克 打那些水平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不五 那如果真的对苏凯 哇那就可精彩了 他要到七月才到 好像是 七月到那时候就巴黎奥运了 那就看那个 那个普丁要不要买账 所以普丁是有点倒数计时的 那个紧急感是吧 因为没关系 因为奥运是七月下旬 到八月中旬 所以很可能 现在会急的把F-16 在七月下旬 奥运开幕之前 就先送到乌克兰 但是以目前看起来 普丁是会买中国的账 因为习近平都已经跟 马克服两个签署联合声明了 老普总该给老习一点面子吧 咱们哥凉好对不对 应该会 我判断是应该会 诺贝尔委会 要不要发个和平奖给习近平 这比较公道 对不对 因为如果真的奥运停我那两个礼拜的话 说不定就停下来了 以前经常有这种例子 就是要从开始打就 有点怪 也不是不行 可是打的规模很显然就会缩小 有人讲说 这个俄罗斯 7月会大反攻 没有他现在已经在打 从来没有说反攻不反攻 他没有停过 他就铲死 他每一天不贪多 打一点 每一天打一点 他从来没有想到 一下子说把乌克兰全部打挂 没有从来没有想过 老师最幽默的是苏利文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我们这些东西 F16还有很多钱 给乌克兰 乌克兰在2025年 可以大反攻 我谢谢 2025你苏利文还在吗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苏利文 是挺幽默的一件事情 他要这样说服美国老百姓 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好像有超乎 我们的理解范围 那现在普丁是5月7号就职 5月9号游行 他们的传统上的胜利日游行 5月15号要到 北京访问 所以都是他的新闻 这个这样一来算是他的高光时刻 他不可能让这一场战争输掉 所以他拿这种非战略核武 也有一种威吓的作用 就叫其他人不要再加码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炮炮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